人生清單 如果我是個演員清單 演什麼片什麼片什麼片沒演過 至少我的這種鬼片沒演過 所以我想說 就跟他拼了 一直看他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娜豆 這一次在頭七這部片裡面 我也是一個小書 人生清單 至少我的這種鬼片沒演過 所以我想說 就跟他拼 不知道是腎上腺素還是什麼 然後拍這個戲的過程 你會覺得 突然之間 意識到好像人生無常 因為我真的沒有演過鬼片 那平常也不太敢坑鬼片 因為我是那種 看了然後自己就是 睡覺的時候想很多 然後不敢起來尿尿那種 也得知道自己要演鬼片 其實本來 看到這樣的劇本是覺得說 真的要去演嗎 然後怕怕的 尤其是我們開拍的時間 其實基本上是在鬼月 所以有很多 心裡面的小小害怕 但是覺得說 可是沒演過耶 然後好像蠻酷的 就是人生清單 如果我是個演員清單 你什麼片什麼片什麼片沒演過 至少我的這種鬼片沒演過 所以我想說 啊 就跟他拼了 一直看他講 那一天拍完之後 然後那天我在 我的Facebook發了一個文 就我買了一個樂透 我說 我要退出演藝圈囉 晚上可能會怎樣怎樣 然後隔天一大早 我爸看新聞 然後就看到跑馬燈說 納豆宣布退出演藝圈 因為他看到標題而已 那是跑馬燈 我爸緊張得要死 可是我那天是 那天是我拍戲 還要早上六點到家 然後洗完澡什麼什麼 睡不太早 七點半快要睡著 就是真的要睡著 然後電話就響 然後看到我爸 我就 我就 一種火你知道 就是 我爸平常 你不會七點半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接起來 我爸又說 什麼 啊你那個退出演藝圈新聞 真的來講 我說 爸 看一下內容 那天真的沒事 拜託 我真的要被睡了 然後說 我爸就掛了 才掛完電話 幾秒鐘之後 我就後悔了 我剛剛幹嘛 對我爸講話那麼兇啊 雖然你是累了一個晚上 你是什麼 然後我爸只是看到一個 新聞標題當真這樣 而且當天我妹還傳了一個 Line訊息 給我說 你知道嗎 爸爸早上 看到那個新聞之後 不敢馬上打電話給你 怕吵到你 他後來是滿雙眼紅 就是紅的 然後跑來 跟我說 可可可是不是要退出演藝圈 然後才打電話給你 我不知道這個實際上 我慢慢 就是我當時要後悔 然後我妹就傳這個給我之後 所以心中是滿難過的 覺得好像欠我爸一個道歉 我也很慶幸 那三天我們在樹林拍那一場 大的戲的時候 其實每天都要經歷一次 這樣的心情的一個習慮這樣 回去的時候 其實我每天 有時候拍到四點 我拍到五點 回去我都沒有辦法好像睡覺 就是 不知道是腎上腺素還是什麼 但是對我來講 這些東西好像都明明中 好像在交錯發生 所以那三天 對我來講就是很多這種 具體砸在自己的腦中 所以 希望有把這樣的東西 帶來我表演裡面去 然後就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